怎么回事 弟兄们 马上抄家伙 快点 集合 带他来 你是什么人 红军团长 销炼 好啊 你大早上门来了 你长了几个脑袋 就一个 可比起你们司令的 要多值一千块 放肆 上 谁敢动 闹了半天 销炼就是你 白司令 在这么多部下面前 对付一个单枪匹马的客人 又何必沉不住气呢 都围下来干什么 死了娘了 滚 走走走 走走走 肖团长 请 今天来有何贵干呢 听说白司令结婚 得了 你今儿个不是专门倒戏来的吧 啊 顺便呢 请贵部把借去的东西 归还我们 归还 打听一下肖团长 我们白司令借东西 什么时候归还过 不 今天冲着肖团长的面子 我破个例 是什么 他们的东西呢 这 全都安排了呀 彤彤给我收齐 五归圆主 肖团长 够朋友吧 白司令真是个痛快人哪 那这样吧 肖团长 回头等我们把东西收齐了 约个地点 你帅部清零验收 如何 什么时候 在哪儿 后天佛小 在雅口 那好 一言为定 好 贵君到此地来 有何贵干呢 打高战魁 你们也打高战魁 对 那好啊 请 请 请 还有件事 既然敌运是共同的 就可以有共同的行动 共同的行动 对 今后咱们一块干 什么意思 欢迎你们参加红军 一起打高战魁 想吃掉我 你们有多少人 好啊 主意打到我头上来了 不 九一八事变已经四年了 蒋介石不但不抗日 反而加紧内战 妄图消灭主张抗日的红军 高战魁这伙人 无论对我们还是对你们 他们的方针都是消灭 与其被分而实之 还不如我们联合起来 就能打败他 消灭他 请你们认真考虑 要我入你们的伙 也得先让我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 请你 敢跟我较量一下吗 较量什么 干我们这行的老三样 打枪骑马刀术 团长我们回去吧 把马副官给我找来 你出来 来 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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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战先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是活的是马 签出来料料 对 是活的是马 签出来料料 签 快点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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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适吧 团长 我不怕 你打吧 好 好 看你的了 行啊 干你的 请 萧团长 你遇到的是我最厉害的刀手 可我希望你能赢 谢谢 示範 刀手 凉花 都准备好了 好 秒钟 杀手 斧 走 好 真棒 好刀法 好 当心 飞刀 好 真了不起 英雄 好 肖团长 请到司令部 好 好 好 请右肠 好 跟你商量个事儿 请假 我想请你上山 要我入伙 对 真是相见恨晚 什么意思 不贪 不贪这个了 你来当我的参谋长 怎么样 这有什么好笑的 我劝你参加革命 你去叫我当山代王 杀富济平 除暴安良 有什么不好 参加红军 才是你们的出路 我可不像你想的这么好对付 我可是专跟不好对付的人 打交道啊 什么时候高湛奎把你们打得个稀里哗啦 不用我请 你也会找上门来的 谁找谁 那很难说呀 好吧 今天 就谈到这 告辞了 好 等等 萧团长 给 这 这是我 最心爱的东西 好 但愿他和他的主人一起参加红军 在衙口归还我们的东西会变卦吗 我最恨怀疑我的人 那好 咱们衙口见 儿子 我 好 新郎哪儿去了 副司令呢 他茶少去了 谁让他茶少了 把他给我抓来 后天伏晓 白莲花和红军约定在崖口碰头 莲花 洞房花朱叶 新郎官跑到马圈里来了 怎么跟母马结婚吗 让你久等了 莲花 你这是干什么 今天你要是不说出是谁把你派来的 我就挖了你的新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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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朗官 干什么去 你别管 什么事 完了 抓住他 抓住他 你 你 你 新郎官 你的戏演完了 你 你 我挺司令的 你这个奸细差点被你骗上了手 你 犯了 你 你 你 好 大叔 辛苦了 请转告你们司令欢迎他去做客 如果你们真的欢迎的话 他会来的 那好 萧团长 东西没有短缺吧 没有想到你也来了 欢迎你去我们那做客 我不来做客 我决定下山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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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穿上试试 穿上这个一下子变成大老爷们了 这首针线活儿谁交给你的 你老婆吧 这 我们这儿都是自己动手 政委呀 比我还强 白莲花同志 给 这是干什么 就随旧 盖在身上还挺暖和 是你给我的吗 不 这是红军的传统 有什么照顾不周的 请随时打招呼 老肖 实力的任命 政委 你的针线活儿比团长还强 别听他的 我只是吃饭比他强 那么你们都打光棍 我结过婚 那他呢 死了 死在战场上 白莲花同志 实力的任命下来了 你担任副团长 马猴和马叔任营长 你的部队不打散 便为两个营 好 我老子 你快进来 然后等红尾 我再次 饱船 你快进来 借耳 你快进来 大叔 大叔 坐 大叔 您是他的师父 他的身世你一定了解了 他五岁那年 爹妈被高敬轩逼债逼死了 大叔 后来 他被卖去当童养稀 熬到了十三岁 他实在受不了了 就逃了出来 碰上我这个穷走江湖的 我见他可怜 就收留了他 在我身边 就像亲生闺女一样 他聪明 刻苦 练得一声好舞一样 到了十八岁 他长成个如花似玉的姑娘 我把地主高敬轩 又看中了他 要把他抢去 当小老婆 我豁出命 忍着腿上的枪伤 把他从虎口里救了出来 打难以后 我们就再也不走江湖了 两个人一直呛 我们就开始竖竿子 拉队伍 发誓要为穷人报仇雪恨 整整的十年了 两个人一直呛 发誓要为穷人报仇雪恨 恨 你今儿是怎么了 睡不着 来 给这眼瞅 我也正瞅着呢 这个女司令还真有两下子 凡是有两下子的人都不好领导 要改造他和那伙子人 躺手啊 你是他们的政委啊 说说你的想法吧 先得把他们全体人员的情况摸个底 做到行中有数 然后再改造 斗争 你忘了 首先要充分的尊重他们 我可没你那种盲目的自信 我发现你和白莲花 倒是挺合的来的 你这家伙真想揍你一通 团长 有情况 怎么办 这么晚了 还不让人睡觉 敌人已经出动了 命令部队 按部署行动 是 直插过去 一起见面 施作用兵真是如神 命令齐兵 出击 是 队友们 跟我去砍那些狗娘养的 谁敢动 闹了半天 销烈就是你呀 白司令 在这么多部下面前 对付一个单枪匹马的客人 又何必沉不住气呢 都围下来干什么 死了娘了 滚 走走走 肖团长 请 今天来有何贵干呢 听说白莲 怎么回事啊 弟兄们 马上抄家伙 快点 集合 快点 站好了 带上来 你是什么人 红军团长 销炼 好啊 你大早上门来了 你长了几个脑袋 就一个 可比起你们司令的要多值一千块 放肆 上 司令结婚 得了 你今儿个不是专门倒戏来的吧 顺便请贵部把借取的东西归还我们 归还 打听一下肖团长 我们白司令借东西 什么时候归还过 不 今天冲着肖团长的面子 我破个例 他们的东西呢 全都安排了 统统给我收齐 五归圆主 肖团长够朋友吧 白司令真是个痛快人 那这样吧肖团长 回头等我们把东西收齐了 约个地点 你帅部清零验收 如何 一大高战魁 想吃掉我 你们有多少人 好啊 主意打到我头上来了 不 九一八事变已经四年了 蒋介石不但不抗日 反而加紧内战 妄图消灭主张抗日的红军 高湛奎这伙人 无论对我们还是对你们 他们的方针都是消灭 与其被分而失之 还不如我们联合起来 就能打败他 消灭他 请你们认真考虑 什么时候 在哪儿 后天佛小在雅口 那好 一言为定 贵君到此地来 有何贵干呢 打高战魁 你们也打高战魁 对那好啊 请 请 还有件事 既然敌人是共同的 就可以有共同的行动 共同的行动 对 今后咱们一块干 什么意思 欢迎你们参加红军 一起